巅峰对决 这把800多名巅峰赛 双地人自信让我无所畏惧 开局分析受不强度 我方是马可加朵利亚 对方是连坡加双香 这个组合一级抢先速度很快 所以这把我们不能选择和谢开 不然和谢没打完 兵就要进塔了 到时候对方再接手 他们就可以非常完美的达成三叶开局 所以这里我们先一级能消耗对方血量 再等对面把兵线清过来 我们后手再补线 那塔下等线同时 我们玩马可一定要分析 接下来的局势变化是怎样的 像这一把我们加诸葛亮 是红开往蓝刷 那等他四级刷完野区 就一定是打上半途节奏 帮上抓人或者说帮中抢线 那对面蓝力王打野 第一时间没有反红 那说明大概就是蓝开往红刷的 一个刷的路线 所以在第一波野区刷完的时间点 也就是一分二十秒 我们既要小心蓝力王的隐身抓人 也要看诸葛亮是否会选择来上帮忙 我们再根据情况 决定是否要给予帮助 有时候我们玩射手 并不是自己没有意识 而是因为你没有一个清晰的事故布局 提前明白接下来大概会发生什么 并在此基础上提前做出反制 这也就是超前思维带给我们的好处 毕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待 那现在诸葛亮第一位也去刷完 我们回到游戏 这里连波应该是想走河道 去帮中抢线 但看到诸葛亮从蓝区出来 就及时撤退 那现在蓝力王的视野一直没漏 我们就不要出去跟双向换血 或者说做任何危险举动 因为判断他是从蓝网红刷 这只是我们没有任何视野 单凭经验所做出的判断 所以这里还要等他具体路过视野 我们才能知道他大概是怎样的刷了路线 那现在蓝力王在中路被主量击杀 这个时间点就会非常安全 我们可以去尝试做些别的事情 温馨提示 玩马可 AJ1多被动 扫口咬 清线的时候 一阿配合 也会更有利于我们规避掉一些伤害 一放出之后 先把阿提前针在手里 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点点的细节 使得马可这个英雄变得更加灵活 我们继续兑现 蓝力王的刷路线 大概就是从蓝网红刷 而现在 林波也在河道露出视野 那我们家朵莉亚也离开了 毫无疑问 现在就是1为1真男人大战 马可带电只要一进的命中 双向交过1 那就可以大招上去转 就算他带了闪现 那也是没法反制的 温馨提示 在500范围内存在敌方英雄时 马可的2技能 可以增加他20%的伤害 无论任何种类 所以在有必要的情况下 一定要贴脸打输出 哇哦 这么吓人 那赶紧卖了 我们玩射手 能救队友 当然让救 救不了的话 那也千万不要犹豫 赶紧卖了 避免把自己也搭上去 这里先不要着急啊 他没有往回走位 那我的1技能有点歪 这个头拿不到就算了 千万不要贪 同时注意观察小地图 我方三人都没状态 那他联网清完中线 又是往上走的 可他现在的红区 应该没有任何资源 那他现在唯一的目的 就是去我方的远区 断掉祖国的节奏 所以这里我们赶紧回房 刚好看到对面打开过来 那这里他大招落空 我们直接收谈 OK那现在可以进入乱杀节奏了 马可这个英雄 他最强的点就在于 前期刷出高压经济差之后 有着非常恐怖的带节奏能力 但是怎么刷出来 这是最困难的 那这把高压经济差已经刷出 我们就一起看一看 在不失误的情况下 高经济马可带节奏能力究竟有多恐怖 这也是很多人一直信仰马可的原因 这种烂杀的感觉 真的是别的英雄给不了的 对线有了优势 直接转线 就算连坡和双翔 在上路给压力 也千万不要动 B&E塔并没有那么重要 而且刚刚老夫子 被蓝联王击杀的时候 上官晚上用的是五段大招 同时他带着狂暴 那这里他只要露头 我们有电 他就一定得死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要补充 一般来说 你玩射手都会警惕 对面的打野和中弹究竟去哪了 但是中弹的心里 他只会盯对面的中弹在哪 和打野后来抓他 所以这里如果你能够横插一脚 那就是唐蓝补传 黄雀在后 特别是我们还捕捉到了 他用了五段大招 且带着狂暴 现在什么技能都没有的 这样一种状态 那这里 王中军一个人把双翔单杀了 我们随后过来 将林坡收下 惦记前期的优势 有野怪 我们先吃野怪 之后再补线 这种中力资源 拿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 而线你推过去 除非中途打掉的 那基本对面都能吃到 所以有野怪 我们又先拿野怪 那这里朵雀被围攻 我们先过来解围 再过去拿野怪 其实这样打还有个好处 我们第一时间做完试就回去 那对面想当那个黄雀 就非常难抓到我们的机会 拿完这只小河蟹 剩下这只蜥蜴 也给他顺手刷了 有句话说的好啊 队友被抓边笑边刷 那打野都能这样做 你玩射手拼他不尽 你看顶分弄高手 为什么把把经济高 那就是因为他不想牵让啊 继续兑现 那现在老夫子又被对面中单抓死 前期就打炸了 现在又被针对 他那边的压力非常大 如果说我们出不了其他节奏 把他压力分摊掉 那等对面腾出手来 我们这边就会陷入劣势 所以现在中单在下面抓人 明月也在下路露过视野 那我们汪东军在上路 直接开始压他 这时候连波大招出来顶 那我们一定要把他干掉 如果只防守不进攻 那就会一直被对面牵着别子走 所以我们永远要想的是 怎么跟对面换节奏 这里击杀连波后 千万不要走 我们继续在上路给压力 第一对面派人过来回防 人少就看情况杀 人多我们就牵着对面别子走 这样节奏才能换回来 牵完线继续推他 但很显然 对面没有足够的人手来防守 这里他们也在下路不断的给压力 就是比哪边杀的快 哪边先把哪边的破绽打崩 所以就是对面中单辅地我们 反守一个大招 不要想只留他一个人 而是尽可能的将对面射手 尝试也留下 没留住没关系 双向血线又被压低了 温馨提示 状态决定了你的发育速度 没有状态那就得回家 或者说承担更多的发育风险 所以这里把他状态压低了 也就等于限制了他的发育 那现在对面有点顶不住这个压力了 我们继续常推他 此时双向一个人过来 那刚好我们先等他交易 再上去大节点 这样他手里有闪现 那也一定会死 有限权的好处 就在于我们可以蹲在你想前进 发育的任何一个草丛里 只要你烧不注意 就会暴毙 这里千万别跟他站着平A 他手里有斩杀 如果我们原地站入 那就很有可能被他反杀 最正确的做法 就应该先像我这样 不A把距离拉开 再一个精准的一技能收掉连波 温馨提示 马可达技能被动是 敌人在自身的500码范围内 可以给自身增加15%的移速 所以被贴近也不要慌 直接开溜就完了 那现在打成顺风 怎么样能够降低 自己超大顺风被翻盘的概率 怎么样能够使大顺风 不会被翻盘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好奇啊 但实际上简单来说 就是要加快推进节奏 你要想啊 顺风逆风都可以发育 但装备就只能出那么多 如果你顺风还在做逆风 也能做的事情 那节奏肯定就是一直停滞了 所以这里 我们一定要做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所以要么就推塔 要么就空野区 在中期之后 就只有抱团做这两件事情 是有真正意义的 像平常的单点击杀 都只是为了这些做铺垫 像这里 猪狗梁在上路将对面代谢敏业刷掉了 那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是啥 就是把线运过来 和我们一起打中上节奏 把中塔或者上塔推掉 其实你会发现 哎 拿人头就是为了这两件事情 这才是顺风才能做 但是逆风做不了的事 这也就是真正对对局 有帮助的事情 这里我们看到赶单号 那我们先往后撤 同时王德军这里被分割战场留下 那现在我们不好进场 没关系 跑就晚了 王德军作为一个中单工具人 其实没有多少经济 我们在一把对局中 想要看能不能翻盘 或者说自己想翻对面的盘 那就一定要把对面最值钱的打野 或者射手多杀几次 这样经济才能追上来 刷完野区 我们先把下路线过过去 再跟队友一起抱团推进 那现在我们看到对面中单和射手都在压塔 所以这里我们直接上去留人 一般来说 三线友的好处非常大 但如果你们所有人都在带线 想把三条线都运过去 那结果就是稍微没有那么灵活的中射服 会被对面五个人抱团 急火撑掉 由于蓝猎王在下路路过视野 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追击 加上我自身状态非常好 所以这里直接强行过来留住最近的明月 击杀后 对面蓝猎王发现警方不对 又开始打他断线计划 那没关系 我还有一条线 那就是上路线 此时我们找着红笋吸血 然后强行逼团 碰到对面运营很强的阵容 千万不要被对面牵着鼻子走 他敢运营 你就直接冲对面 剩下的人就比谁更狠 很多时候你们被运死 不是因为你打不过对面 或者说对面比强 而是因为你没有那么狠 这里杀了对面中单还不够 我还要把你射手给杀了 贴脸打输出 不仅加移速还会加伤害 高经济直接贴脸把伤害拉满 就是只有马可波罗这个英雄 复活后我们拿完红悬 来拿小龙 刚好碰到对面的敏月和中单 那这里我们先不到街上 本队又把晚上第一套大招伤害吃完 再送去输出 所以这里连大招都不用 就轻轻松松拿到两个人头 那现在尽管只有一波中路线 但上线队有一个人过去够了 我们只需要现在配合主量 再看到人的第一时间 双电秒杀一个 那就是绝对的一波节奏 因为周上两路线 加上那个复活时间 对面是绝对锁不住的 至少能够拿掉两桌高地 高经纪的双电 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那现在对面的打野和辅助 好像已经放弃了挣扎 选择提前结束游戏 我们最后一个大招 Full Time完成收割 那我是陈奈 本期马可视频教学到此为止 欢迎来到八路 我们下期再见 886